高凌峰因为血癌在昨天晚间辞世 他出生高雄岗山的空军眷村 那么当地的很多居民以他为荣 有回顾岗山眷村的刊物呢 其中一个专业主题就是介绍这位大明星 而高凌峰也重情感 在三年前他带着儿子回家乡 帮岗山羊肉节来做宣传 他也向亲朋好友介绍 这里是他的根 也是他永远的故乡 戴着拉夫的大墨镜 揽着一头时尚的金髮 请王王子高凌峰一身尽装 在2011年11月回到了高雄岗山 参加羊肉文化节 而这里是他出生的故乡 小型的舞台 高凌峰吵乐的现场气氛 就像他的一场个人演唱会 更特别的是 这次回到了土城土长的家乡 他还把宝地带下来 郑重地介绍给亲朋好友 夫妻俩一搭一唱 高凌峰的用意 就是要儿子认识自己的家乡 人情土更亲 高雄岗山出了这位大明星 无人不知 无人不想 高凌峰的出生地 就在空军眷村的这户 门面很气派的木造平房 高凌峰学长在军眷村 度高中时代住军眷村的老家 在未拆除钱 1950年2月28号 高凌峰就在这户木造平房出生 父亲是空军教官 念的是照香国小 不过小四的时候 就被母亲带到台北念书 一路念到了横溢高中 因为太爱玩 父亲把他转回来 念左营和钢山高中 从照片中 高凌峰叛逆谈吉他的酷样 就知道他在学校 是位风云人物 而这本泛黄的钢山通讯录 非常具有历史性的 记录他的本名 葛元成 不过他在红了以后 特地回钢山高中 把毕业纪念车上的本名 更改为高凌峰 原来的名字 跟他红了以后的名字 能够把它串联在一块 他可能觉得更有意义 高凌峰在舞台发光发热 故乡钢山 人人都称他是位传奇 尽管病势陨落 青蛙枉死的热力 永远在故乡流传 记者季建恒高雄报道